完了你疼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呕吐、腹泻、恶心 完了还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多长时间或者是疼症还是不疼症还是一直都疼 所以这些病情的强续情况要告诉大夫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看看当地的医院的检查水平怎么样 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有一些辅助检查 我们大夫是需要知道的 比如做些化验或者是CT扫描 核子控制这些东西 如果说那个医院没有这个条件的话 可能也会就是说诊断也不会更困难一些了 完了还有最后一个 就是说我们医生的话也不是说知道所有的病情 所以有些病情是不是说你一记看我们就能知道的 完了有一些情况的话我们的水诊 就是说得观察一段时间看看你这病情怎么变化 我们才能知道更强续的情况 看看到底是什么病 甚至有些个别情况下我们得做一些诊断性的治疗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得跟你用一些治疗方法 看看你对那个治疗有没有效 如果有效的话我们才能确诊你是那个病 所以这个是多方面的因素 所以要配合医生 对 好 那那个我们再回到这个夏天老年人多见的这些风险 健康风险 那其中一个夏天大家就喜欢去游泳嘛 那游泳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对 这个 我首先的话 你你老 不管老年人年轻人 就是你的游泳技术怎么样 对不对 你你首先应该是 比较 自己应该心理有数 尤其是当然你在游泳池可能务力不大 你要到那个海滩上去 江河湖海里 对 那就那就更加要小心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游泳看看是什么样的条件 比如说有些人想到湖里去游 那么他就有一些比如说寄生虫啊 还有那些什么 甚至到海边上的话 甚至有有那个鳄鱼那种那种什么东西 那种都有都有可能 但是更更常见的呢 就是说 一个呢 你你尽管说夏天很热 但是你 你要注意的话 还是要那个 不要不要那个遭凉了 就是说你 尤其是有的时候它有些风啊 到了夏天 比如说到了快晚 傍晚的时候 你要特别要注意 完了还有呢 就是说 跟我刚刚说的 你那个 如果说你要技术不好的话 你确实是要小心一些 嗯 比如说在那个就是 呃 游泳期间啊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一些 什么虫啊 或者 呃 会被这个 这个稳定虫咬 都可能引起一些问题 嗯 嗯 那那么老年人 比如说到了夏季 应该做一些 哪些比较适合的运动呢 呃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就是说 比如说 呃 早上比较凉快的时候 出去散散步 嗯 这个是很好的 尤其是在国内有公园啊 去打打太极拳啊 那种 那种都是很好的活动 嗯 对 比如说那 健身房 你建不建议老人去用 呃 健身房 呃 就是说根据他们距离的 距离的情况 但是如果说 呃 他原来一直都是 呃 活动能力比较强的 那样的话 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 有些 因为老年人一般 慢性疾病比较多嘛 呃 在那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 先向他的保健医生 先问问清楚 比如说与心脏病的病人 他呢 他的运动量能达到 什么样的程度 呃 他这个都可以用 用那个方法去 去去去检查的 嗯 所以一个是咨询医生 一个也要量力而行 对对 那呃 呃 比如说说到这个运动 一个是健身房 那很多老人 比如说喜欢户外活动 呃 你提到什么散步啊 或者有的人喜欢去那个 不一定是登山 但是远足之类的 这个要注意什么 对 这个的话要 呃 注意的就有好几个方面 另外一个呢 跟我刚刚提到的 也是要量力而行 因为因为我们一般 想出去吧 就就想多逛几个地方 呃 登的时间长一点 就是登山的时候 那样的话 你得自己自己要有要有一个分寸 就是掌握掌握到底你你你你你能做多少 另外一个呢 一定要带呃 带一些水或者是含盐分的饮料 因为那样的话防止呃 防止脱水 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现在那个手机什么都很多了 那一定要带一个手机什么的就保持联系 万一要有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马上跟人打电话 对这是好主意 另外比如说真的要去呃 呃远足啊 在一些啊草木比较茂盛的地方 要穿着这个适合的衣服和鞋子 对那个那个鞋 这个那个穿那个衣服跟鞋 也是很重要的 呃 因为你要鞋子穿得不好的话 尤其老年人他一般的感觉 感觉比较呃 呃那个什么直顿一些嘛 所以会引起引起脚的省伤 那么皮肤擦破 有的时候他们自己 自己都没注意到 尤其是有有那糖尿病的病人 那样的话 这就是说 为什么糖尿病病人能够经常引起那个脚的贵羊那样的 完了那个穿衣服 那就那就很重要 而且夏天的话 外头那个虫子比较多 那个蚊虫叮咬啊 呃 那种都是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是 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听一些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这里是美国之境的保健院地节目 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08108668375161 那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收听和收看我们现场直播的节目 呃我们的网站是www.voachinese.com 那接下来这位呃朋友就是通过网站和我们联系的湖南的张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您好 呃嘉宾好 呃 请教嘉宾一个问题啊 这个死疹和这个寻麻疹是不是同一种病 请问他们那个病因是怎么样的 再一个呢这个糖尿病病跟这个寻麻疹和死疹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再一个呢这个死疹经常复发呀 有没有什么特效药好的方法 谢谢啊 请专家解答一下 好谢谢张先生 对这个是呃这个是呃呃NI的诹том是很好的问题 那么死疹跟熊麻疹不是一个病 嗯嗯嗯嗯 所以有点点 nuebi的病 尽管他们的机制有点相似 因为这都是过敏性疾病 那么熊麻疹呢 一般就是皮肤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都是皮肤病了 那么湿疹呢 一般都是很多情况下 就是由一些食物 过敏原因起来的 当然有的时候 不一定能查得出来 那么熊麻疹呢 他们俩的磷伤表现 也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熊麻疹 一般都是起那个 我们讲的通俗一点 就是起嘎的 就是起那个风 风枕块 对 你捞一下 它那个块就起来了 那么湿疹呢 它会皮肤破了 就是有渗出啊 甚至于引起感染了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说 这个病因比较复杂 我的这位张先生的建议就是说 你应该上当地去看一下 那变态反应科的大夫 看看能不能跟你查一查 如果说能发现 有什么特殊的食物引起来的 你就应该避免 就不要去吃那些东西了 那个浮发 那个湿疹的浮发 也是挺常见的 那么你要是说 看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个一个是注意避免 你要有可能的食物 另外一个呢 你皮肤要保持清洁 不要引起感染 不要引起什么 还有一些可以用些药 包括那个熊麻疹以外 熊麻疹之内 就可以吃一些 看起来